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暗影游戏吧 暗影游戏 是啊 舆论压力很大 这件事变得越来越棘手了 原以为解决失丘之后 多少会消停一些 但看来没那么简单 失丘 西区别墅那晚的事 你们果然有插手 别急 我知道前阵子你遇上了不少事 不管是暗影游戏也好 消远的失踪也罢 以及 你被幽冥使者盯上了事 这些事情你都知道 请告诉我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对于暗影游戏 我们灵狱台介入调查的时间并不久 线索也有限 但有一件事可以确认 那些卷入事件的人们背后 的确有妖孽作祟 我们通过一些手段进行了调查 终于锁定了嫌疑对象 并推断出对方的老巢 就在西区别墅 只是令我们意外的是 还没等我们出手 就被人打草惊蛇了 那个打草惊蛇的人 该不会就是我吧 你也不用自责 至少从结果上来说 你也算是解决了问题 但其实石鸠 并不是罪魁祸首 因为暗影游戏还在继续 是的 我们推测 石鸠也许只是一个傀儡 真正的幕后黑手 另有其人 为了找出他 我们调查了至今 所有受害者的背景 希望能找到作案动机 结果 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经过我们调查 剔除那些盲目跟风的恶作剧之外 那些受害者 都有个共同点 受害人 A 三十八岁 生前曾因恶意欠债 导致债权人破产自杀 受害人 B 二十五岁 生前曾对帮助过自己的友人恩将仇报 间接导致对方意外身亡 这些人 都是 这些人都是 都是有污点 却又无法被法律制裁的人 这么说来 这个暗影游戏 倒也充当了法外制裁者的角色了 法外制裁者吗 法外制裁者吗 随意玩弄人命都是不可原谅的 更何况这动机与其说是正义 不如说是不愁 这个人你应该见过吧 他叫王鹏 也是至今为止除了你之外 唯一经历暗影游戏但还没死的人 此人曾因重大过失罪入狱 而他所犯的案子 恰好就和西区别墅有关 三年前 王鹏作为临时清洁工 被派到了一所孤儿院工作 却因尸首点燃易燃物 而引起了孤儿院大火 造成了数十人伤亡 这座孤儿院的旧址 不就是现在的西区别墅吗 是的 当时秋水集团 一直觊觎孤儿院的那块地皮 只是一直弹不下来 直到孤儿院被毁后 才终于吃掉了那块地 并开始兴建西区别墅 而在王鹏入狱后不久 他所欠的赌债被莫名地还上了 这个实际出自人就是廖某 在王鹏出狱后 廖某又很快地为他安排了 西区别墅的保安工作 这里面的关系实在不难猜啊 难道说 王鹏是受了廖某的指使 刻意放火 好让秋水集团吞并孤儿院那块地 难怪 难怪他们当时说了那些话 对不起 我知道错 当年那些事物不对 但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 你怀疑幕后黑手 是和当年孤儿院事件有关的人 对方借着暗影游戏的名义 对那两人复仇 可明明很多受害者都有污点 为什么你偏偏觉得 对方是为了孤儿院的事而复仇呢 很简单 我给你看张照片 他 他不是 他叫阿黎 是那场孤儿院大火的唯一幸存者 因为重伤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直到半个月前才去世 去世了 那我前两天看到的是 一个本不该存在的人 就在阿黎去世的当天 他的遗体就失踪了 这人呢 而同时失踪的 还有一个人 也正是此人在三年中 一直照顾成为植物人的阿黎 而且 这个人你还认为 那个人 该不会是 就是萧远 就在他们失踪后不久 就出现第一位暗影游戏的受害者 你是怀疑 萧远和阿黎一起主导了暗影游戏 为了劫机复仇 不 这不可能 而且阿黎已经死了 人死怎么可能复生 人死虽然不能复生 但事实上阿黎屈体已经变异 成为了一个被操纵的傀儡 只是 要做到这种事不是那么简单的 复魂术 这种禁忌的邪术 能暂时操控 刚死之人的水晶系统 将对方 亦变为魔化傀儡 只是这种法术代价极大 且违逆天道 时至今日 应该早就失传了才对 但现实是 的确有人使用复魂术 操纵阿黎的身体 而且还可以发额外的力量 对他成为复仇的工具 而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 恐怕来头还不简单呢 等等 你们该不会怀疑 这些是萧远做的吧 他只是个普通人 不可能做到的 总而言之 要找出背后的真相 眼下唯一的线索 就只剩下被操纵的阿黎 如果逮住他 说不定就能破解 暗影游戏的谜局 不过 为了引出他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想让我当诱儿 是的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对方似乎对你相当有兴趣 当然 我会派人时刻保证你的安全 可上次他一见我身上这东西 就跑了 你确定 我真能引出他吗 追踪刻印吗 恐怕他当时怕的 不是刻印本身 而是被这刻印吸引来的 那些家伙吧 我听说了 因为这枚刻印 你不是也被幽冥使者找上过门吗 原来他当时怕的 是幽冥使者吗 如果他真的是被强留于世的人 倒也难怪 只是我不明白 我怎么会被烙上这刻印的 追踪刻印是幽冥界的惩戒记号 天行有常 在幽冥界看来 万物的寿数均为天丁 并早已记录在阎魔杖上 维护阎魔杖的正常运作 是他们的职责 如果有人逆天改命 篡改阎魔杖 他们就会对其刻上追踪刻印 进行追捕 并将其托入幽冥界 进行最严厉的惩罚 若非儒用邪法上改阎魔杖 儒的命数 在十年前便已耗尽 这枚追踪刻印 便是儒违逆天命的证明 可是我十年前 什么都没做呀 我也多少调查过你的事 事情的确有些蹊跷 只是如今 你已经被刻上追踪刻印 要想摆脱 或许只能在其他事情上 将功补过 人世间生与死是讲究平衡的 而这次暗影游戏事件 导致了许多人横遭劫难 已经破坏了世间平衡 导致幽冥界现在一片大乱 如果你能帮助解决 或许你身上的刻印 会有一丝转机 也说不定 只是有一丝转机 有一丝转机 总比束手无策好 不是吗 而且 那个小女孩是找到你朋友 萧远的唯一线索吧 热泽 我去找到你朋友 我的朋友 是 你不想了解决 我去找你帮助回来 我去找你帮助 张宋 我去找你帮助 我去找你帮助 你找到我帮助 你帮助 很抱歉 先前给你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 你生气也是应该的 那场试炼嘛 与其说是为了测试你的水平 倒不如说是为了验证你的体质 而验证结果 也正如我所期望的 甚至还超出了我的预期 你不但是无色属性之人 而且还会使用凶兽之力 消灭攻击你的视神虚向 只不过你的控制力略弱 差点被反噬 凶兽之力 你是说我身体里有上古凶兽的腰力 这怎么可能 我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上古凶兽 更没有机会被主 不 不会吧 看 我就说他会被吓着吧 看把这孩子吓得 脸都变色了 你应该早点告诉他你是涛铁啊 好让人家有个心理准备嘛 你不也没告诉他 你是九尾护仙吗 你 你们 怎么说不出话了 不会是吓傻了吧 事实正如你所听见的 这位就是 原上古四凶兽之一的 陶天 目前已被凌玉台收归奇象 而九崖 他则是目前隐居在人类社会中的 九尾狐仙一族 当时 在我们对西区别墅采取行动之前 饕贴寿命潜入其中先行探场 不料正好遇见你陷入了危机 同时他也察觉到了你的特殊体质 因此便尝试给你驻灵 助你打倒施鳩 结果你也知道吗 原来你给我的法力 就是所谓的凶兽之力 你既然是上古凶兽 那为什么不自己出手啊 我的妖力被封印了呀 妖力虽然还在 但是不能自己使用 你之前不是听九崖也说过了吗 而且就以我现在的身份来说 也是不能随便亲自动手的